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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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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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risky的,但是希望都繼續會有盈利正增長 那些公司是因為現在疫症有機會,先不要受惠,先不要受害的公司 接下來下一年繼續去擺盤組合 因為即使現在這麼risky或不risky的情況,我們都一定要選好股 這個等下都會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譬如今晚將會我自己拿著的三間公司,三間公司將會今晚公佈業績 有什麼呢?有mastercard,有google,有alphabet 也有apple這三間,將會今晚我自己拿著 但還有facebook、amazon,我也有買過的 也都在我watch this 裡面的一些公司,我也會看的 但是我們看到很明顯,so far 現在公佈了業績的一些做得好的公司 等於我要做苦衡我們這個channel 剛剛有一個嘉賓,英sir,我也看了那個interview 他也說得很好,就是現在新經濟,舊經濟,這個大的discrepancy 我們很明顯看到就是新經濟的公司,即是說Cloud computing online業務,全部放在online的業務,全部是做得不錯的 你看到google,amazon,apple,facebook這些公司繼續是還有錢賺的 反而你看到一些舊經濟,譬如Ford,銀行股,wellsfargo 或者你說做零售的公司,很多已經是說,譬如你剛剛公佈了波音 當然波音就最慘了,即是這些是舊經濟的公司 相對來說是非常非常之不行的 那麼現在的經濟是出現一個很極端,which is 其實鮑威爾局長都有說的 就是說很極端的,就是有些公司反而是疫症受害的 那麼不斷賺錢不斷賺錢,那個股價不斷升升升升 那麼譬如譬如很誇張的,有一個很誇張的例子,譬如柯達 那麼昨晚大家看到那個股價就很刺激,升到最高六十多元 那麼你講一個禮拜之前,這個股價還是幾毫子 那麼無端端昨晚就抽升了 那麼就是因為這個很誇張的例子,就是收市33元 你講上一兩個禮拜還在講一個多兩元 那麼現在最高的六十元就是因為消息傳出,就是特朗普那裏 就 approve 了他改疫轉型,就被他研發去做藥的,medicine的公司 那麼就變了,噢,那變了是一個受惠的公司 那個就買了,他昨天升三百幾個percent的 那麼那個point是什麼呢,就是 現在是一個很extreme,很extreme的,可以爆升 也都說,無端端有個消息傳出來 或者政策傳出來說,他不再做,給你做medicine的東西 哇,那由六百幾元,六十幾元就跌回到一元 那就是現在變相呢,就是一個很extreme的一些情況 但是當然我一直都跟大家說,Tesla也好,Codex也好,AMD也好 這些公司是可以爆升,我絕對是知道的 但是我是不會因為這些消息,或者... 但是Tesla也有一點點不同,當然我上個禮拜都說過連續四軌,出現有盈利的 但是我希望在這段期間,都都在下年,或者在下半年, 這也是可能找一些公司,現在在於疫症的 都可以受惠的一些公司 而��링度不是已經升到爆了,即是飛了上天 我希望就找到這類型的公司 其中呢,我一間都要賺一賺自己,或者是賺一賺我們的選股條件團隊 Valuation 現在不是已經升到爆了 飛了上天的那些 我希望找到這類型的公司 其中我一間都要賺一賺自己 或者賺一賺我們的選股條件的團隊 Poor其實不聲不聲 已經是再破新高313元昨晚收市 我雖然260元270元就減少了部分 但是我現在還有一半還拿著 所以我說這個都幫我組合增添不少 除了當然我很開心 股價升我的組合就有錢賺 有錢賺我就有 extra disposable income 但是point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挑股的條件 都是proven是真的work的 在各個市場反映得出 但是現在已經升到314元 現在才去追入 這隻股票應該是兩三年前 已經跟大家說過擺入組合裡面 現在才去追入 絕對相對來說是偏貴的 所以我今次分享會想找一些 選股條件 不是太差 不要受 例如 例如CCL 現在便宜了 但便宜了 但便宜了 有什麼用的增長都沒有錢賺的事情 我就希望可以很少很少當中 看看市場裡面還有什麼公司 真的可以是有錢賺 有盈利 有增長 但是呢 還是相對說是偏便宜的 不要說偏便宜 不要說很貴 我只是希望找到這類型的公司 9月3日會再跟大家說多一點 其實昨晚 FOMC會議的結局 我想跟大家review一下少少 所以這篇文章就分析了5個5 take-aways 從這個 Wednesday的FED meeting 最重點呢 第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局長也說 We are not even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raising rates 他講得明白 根本他想都不會想 就是在說加息 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第二個重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接下來怎樣去救市 他就說 It's important that the FED keeps this program in place until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urmoil from the pandemic and economic fall are behind us 那就是廢話來的 就是說呢 他會繼續去扶持著經濟的 那用什麼扶持呢 就是繼續去買債 譬如是買一些股票 支持著股票市場 或者呢 就是繼續引銀子等等 那麼他這個FORENCENTRAL BANG那邊呢 也都會將會是繼續去monitor policy那裡做一些easing program 將會是last until 3月2021年的 which is 現在說的是 接近半年至9個月的時間 那麼也都是呢 會將會那個FED那個 之前announced the emergency landing program 也都會extend到去今年年尾的 那麼很明顯見到那個coronavirus 絕對是 未是一個 做了一個 已經不是 未是一個歷史 那麼所以他將會今年年尾 都要繼續去 再去 扶持著這個經濟 那麼這個就是昨晚其中升的主要原因 都是這樣的reason 那麼但是呢 他都說了 the pace of recovery looks like it has slow 這個呢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說的 因為呢 大家現在看看上兩次的飛龍 和失業率 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好轉 但是呢 局長呢今次就說呢 這個 pace of recovery 就似乎是一個慢方慢的 那麼主要就是因為呢 上兩次為何是一個好轉呢 當然呢 有PPI的一些 的一些政策 令到很多人就 因為美國的 有這個幫他出糧的 就令到那些多了有東西做 那麼但是呢 現在的recovery 似乎呢 已經是 去到一個地步 那些東西開了 但是呢 那些small businesses呢 絕對還未是recover得到的 那麼呢 那麼我們 我一直都跟大家說呢 就是你開回那段期間絕對有增長 但是你是不是就sustain得到呢 我一直都說快 紅 蠻牛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recovery 就是我們怎樣都好 我們 which is what I know GDP的增長已經是proof 大家是一個 我們進入美國 進入一個recession 那怎樣才可以out of your recession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開回點店鋪 當然又回生意了 但是開店鋪 一直都說 是不是真的好自治市場的 我一開呢 每個都排隊 每個都爭著去買東西 我自己就有些保留 因為啦 你說很多日 現在仍是拿著美國的一些 救濟金的 那如今晚 which is drawbridge 公佈初次失領救濟金 那拿著救濟金 你會不會大魚大魚去買 去買一些名牌手袋 名錶啊 絕對不會的 所以變相呢 現在我覺得美國 recovery status 將會呢 未來 which is 下個星期 就會公佈最新的 失業率 但是呢 我就幾擔心呢 在這個recovery那個步伐呢 將會是一個很辛苦 很痛的一個experience 不過啦 我都說了 但是總會有公司是會受惠的 那我們就找這些 opportunities 去找這些公佈 現在在這麼extreme的situation呢 就 Portfolio一定要拼得 靚靚仔仔 希望呢 你自己減低的risk之餘 還要找一些 是真的有一些 所以有增長 而我剛才都說了 是值得買 現在真的好考好考功夫的啦 那anyways 我們會盡量盡量啦 當然呢 沒有什麼是guarantee 但是我們盡量都會給大家多些 指信 希望可以組合裡面 中長線那裡有多些growth 去去 好像pool啊 或者有幾隻股票都做得不錯啦 那呢 現在我們看回呢 今晚啦 今晚呢 將會公佈呢 最新一輪的GDP 暗季的增長 今晚就是第二季的GDP增長 哇嚇死你了 將會呢 quarter over quarter 將會出現呢 第二季是-34.5%的 負增長的GDP 那personal consumption 亦都是 即那個 銷售那個呢 將會是-34.5% 那如果大家 review 翻 如果大家有讀 就是 basic economy 101 那就記得GDP的formula 是什麼Y加C加I加X加 啊-m那樣的嘛 那如果你不知道我講什麼呢 或者你之前讀過不太記得的話呢 其實書本那時候教過 那個GDP 整個經濟的增長是講的 其中有幾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consumption 就是C i就是investment x就是export m就是import 那這些全部呢 那這些全部呢 都是那個 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在這個formula裡面 那你看到 consumer driven downturn 我們都很明顯知道 今次的GDP 那個增長 絕對是由沒有消費那裡來的 那這個 是一個很worry的 which is appear 是一個-34.5% 那些店舖 剛剛這個季度 都沒有開門 怎樣 會有這個增長呢 那所以今次呢 這個是一個是 C的部分 是絕對是一個 非常的worrysome 的一個部分來的 那加上export 和import 那你import呢 其實理論上 沒有import 就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import是 拿走你GDP的 但是你看 export是-67.7 就是重差一個consumption 那所以這些呢 我們見到 就是一個很extreme 就是consumption export 這類型的公司 就死定頭了 負三十幾 負六十幾 增長 大哥 你什麼公司都捱不點 我一直都說 譬如你說的uniquel 好 剛剛說的日本 最出名的飲食店舖 吉野家那些 全部都要出現虧損的 那你見到 你那個組合選好 選了這些公司 你做這類型的business 就真的很辛苦 很難捱的 那但是反過來 我都說了 那GDP另外那幾步 即的investment 那樣東西 反而那些呢 就未必是真的那麼差 那所以我們今晚呢 其實基本上呢 就 基本上 一定是可以確認 美國連續兩季出現 負GDP的增長 已經是踏入了這個所謂的recession 那很多人都說 牛市 熊市 你說熊市的 那個納資 不斷升上去 那事實上我自己都有 錯誤了 就是沒有人會猜到 就是這個virus 會影響有多大 會 last 多久 但是那個point 就是什麼 那個重點就是 一定一定 confirm 是什麼呢 recession 即經濟衰退 已經是成為事實的了 ok 那recession 歷史以來這麼多次 都是 confirm 都是會出現一個熊市 那之前已經跌了這麼多 跌了三四成 那但是我絕對都是 再說一次一樣 我絕對 是不會排除美國 將會有出現一個大的dv 這樣再出現 是絕對不出奇的 那所以我組合呢 都會繼續去 繼續 那但是你阿sir 你說阿Jacky 你會跟我說 你敢有這樣的 expectation 沒有 expectation 敢有這樣的 worry 但你那個組合 你經常都說 還差著八成的 那我都說兩回事來的 不記得 組合裏面我自己拿著 已經是兩成 三成是拿著一些避險的了 那但是 那市繼續升 那我沒有理由看著 繼續去升 那我每一晚繼續去看定些先 那我之前呢 有 不好意思 由三月四月 其實已經開始 就是那個組合 就基本上 就是見好的 收快點快點快點去做capture profit 那見這兩個月 似乎真的有那個 市穩定回上去 那你見我都少了 少了去做一些execution 反而呢 是買一些ETF 相對來說 你見那個ETF波幅真的不太大 那反而希望 就買多一些這些類型的 資產多些少少 那anyhow 我自己的組合 是可以控制得到 市場的一些走勢 我控制不到 我唯有做好自己 希望去組合 去做調整 那今晚呢 將會呢 就是有一些大大大 籃籌公布的 那這四間 Apple Amazon Google 就是Alphabet 和Facebook 我都說過 四大加起來 已經佔基本上 S&P的一個很大的 portion 的市值 OK 應該已經超過十幾個% 那 那這四間公司 剛好 不是剛好 應該是有原因的 昨晚呢 又受這個Capital Hill 那裏 那裏 受這個 grilling 就是 被人grill 就是Anti-Trust Law 或者呢 就是會不會 Amazon 賣Data 賣他的Third Party Data 那Google和Facebook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賣廣告的 會不會就是 怎樣去洗版 那類型的 那還有Apple Store 就是那個App Store 裡面有些 那這個一路 大家不如 Apple Amazon 一路都受這些 制裁的影響 那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呢 講完了之後 五個小時的 這個Congress那邊 不斷地 drill他們之後呢 似乎呢 都沒見到 一些什麼 是說的 會受 會轉了 即會影響到 他們的business model 那 短期的 但是長期呢 一路都要看著 因為現在還是 Investigation等等 那你看到 Despite Today Series 那會不會就是 美國政府那邊 那邊 Lawmakers那邊 會強迫 說 不准再賣廣告 Facebook再賣廣告 不准在Amazon再賣 即我自己就覺得不會的 但是 怎樣都好 他們一 給下馬威 他不要那麼厲害 你不要以為自己那麼厲害 全世界最大的科網公司 那就可以自己亂來 亦都會罰下他錢 扣下他稅等等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些只不過都是一些 external factor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都是今晚呢 看看究竟Apple Amazon Google Facebook 這些公司 是不是繼續呢 是還見到有盈利增長在 尤其是我最擔心的 就是 Apple和Alphabet 因為這兩家公司 我繼續 尤其是Google 我重著沒有減持過 Apple是減了一半的 那 要看看究竟這些 增長呢 是不是繼續可以 哇 你看Amazon的增長 就真的非常之誇張啦 那Amazon當然呢 就在疫症裡面 基本上是最最最跑型的 一家公司 有機會你看到呢 追過Apple的市值的啦 如果再繼續這樣升的話 那 anyhow 今晚呢 將會就看這些業 公佈了 earning 的performance 如何 未來九點鐘 新加坡 會繼續和大家更新 那現在 bottom line呢 我們看到四家公司 都還是有盈利增的 那 McDonalds呢 其實剛剛也公佈了業 我也是持有住的一家公司 那 你看到呢 revenue fall by 30% despite congress at US 啊 pogress at US restaurant 那 那什麼意思呢 其實McDonalds這次公佈了業 是非常之一般的 那 那市場預期七毫四 那呢 公佈了六毫六的bottom line的earning per share 那好消息還是有錢賺的 壞消息是什麼呢 這次的result呢 是這十年來裡面呢 McDonalds最跌眼鏡最差的一個result 那我也說過給大家聽 McDonalds過去幾年啦 十年呢 他們的result呢 相對比市場預期 通常九成的時間呢 都是比市場預期好的 那 今次呢 比市場預期差 差的那個幅度是 這十年裡面最差的一次來的啦 那這個是我絕對是非常之擔心啦 那 亦都是公佈了之後 McDonalds說 expect to accelerate 他們US restaurant的closure 那預計呢 將會今年再刪到200間啦 那 那雖然呢 就一半呢 就是在Walmart裡面的一些店舖裡面的 那 但是呢 都是比較 就是非常之擔心啦 那 但是雖然現在剛剛開的店舖 有幾 有很多 就是美國那邊做得不錯 但是有很多國家 譬如法國啊 歐洲那邊呢 那那個成績呢 就是一般的 那所以 在這麼多uncertainty 現在最受疫症影響 我自己組合的一家公司 就是McDonalds 那本身McDonalds 希望今年放下去呢 就是減低我的組合的風險 因為McDonalds 本身這些就是 最最最最穩定的公司來的啦 那但是現在 因為疫症的關係 那我呢 其實九月那時候 已經是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可以confirm 我McDonalds 200塊的這個位置 which is 昨晚應該收市198塊 那 196 那基本上 大概200塊這個呢 我就將會決定 就會 賣走了 McDonalds 這間公司的啦 那這次業績呢 也都是 令到我很擔心 所以即使他這幾晚不是跌很多 一跌兩三個percent 兩二點幾個percent 公佈了業績出來 那但是我最重要就是 他實在感受疫症影響 那現在200塊我覺得呢 暫時來說 不是好選手 which is actually 仍然是有錢賺的 那都 就是 有一住仍然是有錢賺的 那總算來說 我都覺得 現在是時候先走了 先走了 那換另外一間公司 那什麼公司 那九月會再跟大家揭曉 那我都希望間間好像pool 那樣 話長升長有 但是 in reality 你砌得的組合出來 砌得的組合出來 總會有一些是升多些 升少些 那我沒有問題的 OK 因為 as long as 我的組合升的 相對來說跌的多 which is Madonna 都不是跌的 那 變相來說 我都覺得 總算是一個 成功的一個 strategy來的 Anyhow 那麽 今次公佈了 即same store sales 那樣東西 都是有增長的 美國 但是 現在加上 現在肺炎 將會繼續 陷入下去 接下來我都是擔心 即使 麥當勞沒有其他一些公司 但他不可以 變成 好像CMG 那樣 因為 麥當勞 大家知道 比較是傳統的 offline 那我就不見到 他接下來的增長是有多強 所以我將會 也有個估值 200元不算便宜 那所以我就 用DCF model計算了 那就真的計不到他200元 那所以呢 將會是會轉馬的 好 那所以這些 將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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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看今晚和明天這些 result 將會 那下個星期都重要 因為下個星期將會公佈 飛龍 失業率最新的數據 那大家可以去monitor 這些公司 那你說 Sir可不可以找一些公司 好像order 那樣由2元到60元 我都想有 我多理會我給我聽 那我的 strategy 就找不到這類型的公司 那所以希望 對啦 希望可以找到 譬如PUO這些 反而就希望可以找到 這些公司 好了那 那再講多一點個別股票 今晚呢 將會公佈的一些大籃籌 Apple呢 其實之前呢 已經這個上升通道 一支大陰燭4.55% 跌穿了這個很斜的上升通道 那現在呢 我之前說 上升通道跌穿了之後呢 就大概 支持位大約350元 那今晚 現在已經去回380元 似乎355元左右 355元左右 這些位置頂得住 其實Apple 如果今晚看下 業績如何 如果頂得住 其實我繼續都會繼續拿著Apple 但是我真的有少少擔心 現在 在這個高位 有機會出現 這個頭肩頂的形態 那麼我周圍看著這條項線 不會跌穿的話 355元左右 這些位置 那暫時都還會半 即我半住 之前賣了半的嘛 現在半住繼續去拿著 那Microsoft呢 之前已經公佈了業績 那麼其實都是 跌穿了那個上升通道 不過好消息咪 雖然它跌穿了上升通道 但是你看不像大陰族等等 有一個很擔心的形態去跌穿的 那麼 所以現在呢 我就不是太擔心 Microsoft雖然現在204元 跟我之前賣的半住 那個位置都差不多了 那麼 但是Microsoft 會不會繼續在組合裏面 我都說夠了會再和大家說 那麼 現在支持位呢 大概是195元左右 那麼 Microsoft也會有可能 可能會受今晚 來緊於蠟紙的一些 蠟紙的走勢的影響 因為今晚有四大籃手 將會公佈業績 那麼所以 希望有機會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波幅 但是我已經賣了一半 那麽Microsoft會繼續去滑 好 那麼 最後 不是最後 還有什麼呢 Google 那Google就是我自己最擔心的 因為我沒有賣走一半的 那麼 現在都總算是 一千五百二十三元 都還是低估的 我現在計到Google 其實有一千八百至二千元 到這位置 那麼 但是Google也是很受 Coronavirus影響的一間公司 那麼 但是希望呢 他就一些 business 可以cover到他 就是說他會加上另外的一些 business 或者Cloud computing 或者什麼 Google Drive 我不知道 他有什麼 business 可以幫到他手 令到他cover到他 即是一些 一些 他失去了的一些 advertisement的revenue 那麼 看一看 那現在都總算是 一千五百二十三元 都算是高 那麼現在看著 就是大概一千四百八十元 還是在這個支持線之上的 好 阿里巴巴呢 之前就爆得很厲害 那麼現在就回回一點點 那麼現在都在二百五十元 那麼我之前沒有跟大家說過 阿里巴巴我沒有減持過 五隻股票裡面 那麼 現在呢 但是之前短線呢 就只虧了一點點 OK 但是那個純粹短線 那麼阿里巴巴 這裏呢 上面就做了一個 二次的三角形的形態 那麼 希望呢 就現在守得住 可以爆回上去 255、260元到這些位置 那麼我們先可以再測 再去試那個二百六十七元 就是之前那個 高位的啦 那麼阿里巴巴 現在也是組合裡面 一個不錯的 一隻股票來的 我還是 那麼我相信阿里巴巴 繼續將會在組合裡面 放在這裡先的啦 好 那麼還有Pool 剛剛說了少少 那麼基本上就是 繼續長升長有 那麼躲起來 就先拿著 那麼我已經減少了一半的 那麼Mastercard呢 今晚也會公佈業績 那麼留意這個 和Madonald幾相似 三百一十三元 到這個 做了一個雙頂 如果升得穿了三百十三呢 那麼我們才可以看回 之前的三百三 三百四到這些位置 如果支持呢 當然啦 就看回二百九十元 就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麼這個位置 是幾重要的 那麼我先說一下 我自己組合拿著 什麼股票的走勢 那麼Home Depot呢 嘩 就真的都幾厲害 那麼我就大概 在二百四、二百五到那些位置 就賣走了 減少了一半 現在已經開到二百六十四元 那麼都還有一注的 那麼現在呢 就繼續去 在高位陪陪住 支持位 大概二百六十五到那些位置 那麼 那麼 Home Depot還有一段時間 才公佈業績 那麼 但是Home Depot 我現在已經開回了等等 我都有一點點 Home Depot好像麥當勞 但是 Home Depot好少少啦 對了 那麼相對來說 就是 More Accessible 各樣東西 那麼但未公佈業績 我都未知 那麼麥當勞公佈了業績 我有幾大的Worry 那麼所以變相 或者就會轉 轉 不是說 是一定會轉的了 好那麼還有什麼呢 看看先 我有一兩隻都 都漏了去說的 就是Pool 就是那個其中一隻 漏了 應該就全開了 那麼 那我自己拿著的股票 暫時來說 我都 我再重複多次 納子呢 其實我還有ETF 納子ETF 那麼繼續在這個上升通道 那麼之前呢 就做了一個早晨之星 一個二次早晨之星 轉世信號 在通道底幾靚仔 那麼現在都繼續在通道底 如果納子好像Microsoft 那樣 橫行橫行 跌穿了上升通道 我不太擔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個上升通道 是基於時間去跌穿呢 大家如果有上我們入門 市場上入門班 你已經知道 不需要太過擔心 但如果反過來 大陰燭業績報告 差各樣東西 真的跌穿的 那我就會走一走 ETF 即QQQ的ETF 那麼 但是呢 你講的 一萬零五百 其實由我買到 現在根本都沒有什麼 升升跌跌 都在上升通道那裡 沒有什麼特別太大動動 那麼我都基本上 暫時說 都會先拿著 先拿著 OK 那麼我現在組合再再重新 六成股票 之前 之前不是對沖的 減少了之前 過幾月的時候 已經走完所有對沖 那就是沒有拿著一些 即Futures 那麼六成的股票 兩成就是ETF 那麼 加起來就八成 另外兩成就先拿著Cash 那麼 九月會再和大家 我接下來下一年 會再有什麼部分 那麼當然 九月 我會不會知道 2021年 2022年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會知道的 OK 我們只要盡量去predict 那麼我組合 就因而去再去 一步一步這樣去adjust 那麼我再說一次 現在納指 升到現在這麼高 10542點 其實就是 這些新科技 新的公司 但是你見S&P 其實現在 都仍然是3258 如果沒有這些 新經濟公司的話 其實我想S&P 只是靠這些 銀行股 金融股 或者基建股 我想現在只有2000多點 所以 這個就是 今天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希望選手股 找一些 真是一些 帶領著 股市經濟的客人 那麼我都說 我找那些 不一定會這樣的 我會diversify 好 那今晚呢 今天呢 就share了這裡先啦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問題 希望下個星期呢 可以做得回WiFi 我的BB 下個星期 剛剛好 下個星期四 就出月子中心 剛剛好 就差不多滿月的了 到時 或者會有少許 那麼 希望 wish me luck 下個星期四 再和大家見面 那麼再說多次 接下來 9月3日 有我們最新一輪美股的分享會 也都是呢 有 現在9點鐘星級版 還有這個優惠的 希望如果大家想subscribe 回我們的9點鐘星級版 有興趣報名 我這個免費的online 下個星期四堂分享會 可以在下面的全部 大家可以按下去 就可以報名 多謝大家支持 下個星期見 拜拜 多謝大家留意 我臨走之前留下的 網上天書 十年財務自由 一生投資藍圖 原聲預定 一個月有400個位 怎麼知道 三天就已經爆了 報了給朋友 希望大家 已入了這個private的群組 並且期待著 8月24日 第一堂的開始 運定書 網上見 Jacky的贏在美股 免費分享會 9月3日又再來 她的標題就是2021年 最新的選股組合 大家想認識一下 9月3日不免費 下面的連結報名 喂喂喂 完了3點鐘的星級版有為 今次輪到Jacky 她的承諾就是 再度願意承諾另外的12個月 所以趁著這個機會 減常減的 一次過報12個月的9點鐘 美股星級版的話 是有額外再額外的優惠 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敬請留意 喂 大家 我們招聘 需要戰友一起去打仗 Social Media Editor 會監管控制 整個影片 上架的流程 或者與嘉賓的聯絡 你也會學到很多 我們營運Social Media的大秘密 2020年市場比較波動 我們繼續有不同的 免費分享會 給大家學習 近來我們分享會 都比較爆 有興趣的話 快點在下面連結報名吧 來吧 大家